很简单的,今天正好是我们杨子的一个official lunch 那我就想听一下你们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 你们有一些什么感想 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听完以后就非常期待能读到详细的报告 尤其是也期待你们说的 以后可能会分品类去做更新的研究 那么因为我是鱼和我看鱼会不一样 我们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品牌层面在做策划的时候 因为都是在大上海长大的一些品牌经理 在思考三四线城市的时候 其实有些是想当然 有些是拿到了一些不合适的参考资料在比华那边的市场 那么如果有针对性的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能够揭示到现在那边的消费者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的洞察 其实对我们的一些策划 我们的以前传播的内容深长到媒介的一些组合 我觉得会更精准一些 也能更有指导性一些 所以说我其实是蛮期待能够看到更详细一些的东西 当然他今天听的一些东西 我今天听到一些主要的finding来看 那么还是觉得和我们现在在做很多的事情 发现有些不一样 但是也看到了Starcom在为我们的服务里面 其实已经用到了一些finding 这是我值得高兴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 为了把那个比如说RIY做得更好 然后把生物的那些市场做得比别的竞争对手更有效 能够为我们就是专项去做 这个为我们品类的一些组合 好的 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从11月份开始 应该是可以使用了 那么希望通过我们今后这个越来越多的 对于这方面的一些调研得到的一些宝贵的一些数据 能够更好的服务客户 好吗 谢谢